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发长文举了两个人 一个是他旗下女艺人 另一个则是他的化妆师 称其保持着长期不正当男女关系 根据实际情况来看 罗志祥旗下艺人屈指可数 而女艺人却只有一个 那就是蝴蝶姐姐简凯乐 不难想象周扬青还是给简凯乐留了面子的 在发长文的时候没有点名道姓 但能够对号入座的 也就只有简凯乐 后来周扬青就被热心网友提醒 去检查一下性病 周扬青立马回应说 跟罗志祥分手之后 就已经做过检查了 没有任何问题 但他却又以反问的口吻 点名到了蝴蝶姐姐 经过前面的影射 再加上后面的点名 蝴蝶姐姐和简凯乐 火速上了全网热搜 然后又扒出了许多 罗志祥和简凯乐 恋爱过的痕迹 反正就是远超出正常老板与下属 哥哥与妹妹的关系 因为分手事件 消失多日的简凯乐 在4月25日深夜的时候 突然通过社交平台 发文向周扬青致歉 还对所有爱过他的人 说了一声对不起 消息一出 又再次在全网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与热议 不难看出 简凯乐已默认了周扬青实锤内容 间接承认了 跟罗志祥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当然对于这个结果 有不少人表示是在预料之中的 至少简凯乐与罗志祥的关系 丝毫是不逊周扬青的 因为要论彼此认识的时间 简凯乐要比周扬青早 而且在9年之前 简凯乐和罗志祥就已经合作主持过 当时热播的王牌综艺节目 娱乐百分百 对此很多人看到罗志祥和简凯乐 陆续先后向周扬青道歉之后 觉得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周扬青手里头肯定还有罗志祥 更大的谋料 要不然也不可能一次发声 就把对方腿根子给吓软 连忙认怂赔礼道歉 最近一段时间 周扬青开思罗志祥多次劈腿 引发了罗友们的热切讨论 不仅如此 罗志祥曾在日本发展好几年 在当时深受日本观众喜爱 因此罗志祥的劈腿事件 还引发了日本罗友们的讨论 在周扬青的爆料中 插足俩人感情的人有很多 但被他唯一点名当性指出来的 只有蝴蝶姐姐简凯乐 之后简凯乐向周扬青道歉 算是默认了自己的确一直在做小三 最后简凯乐遭到网友们的批评 甚至一度传出罗志祥为自保 要和简凯乐切割 就在罗志祥分手风波 逐渐平息的时候 台湾购物主持人易山 在综艺节目上讲述了自己做十年小三 最终被扶证的故事 和易山一样 他现在的老公也是一位购物主持人 蓝人是由同事转变成地下恋人 在经历了十年地下偷情后 最终南方和正宫分手 和易山结婚 蓝人在一起时 不仅南方有女朋友 易山也有一位交往了七八年的男朋友 不过这些都抵挡不住 蓝人在一起的刺激 节目中易山讲述了蓝人相恋的经历 是在同事联谊会上玩游戏 嘴对嘴传冰块 之后又嘴对嘴传樱桃 没想到传樱桃时 南方的舌头就伸到了易山嘴里 易山感受到之后 承认自己也有感觉 联谊结束后 蓝人在KTV大厅沙发就开始接吻 紧接着就打车去了酒店 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 路边餐厅 从火星到地球 都成为蓝人私会的地点 而且蓝人间的激情十年未面 只要每次约会见面 就一定会处理事情 最后易山情绪低落时 感到对不起南方的正牌女友 因此提出了分手 没想到南方竟然以身拦车 随后蓝人再度进入酒店 势必蓝人平躺 南方直接电话正牌女友提出了分手 半年后 蓝人就正式登记结婚了 而在这十年当中 易山一直以为自己和老公 是偷偷摸摸 很刺激的 没想到大家都知道 只有自己和老公不知道 原来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而一旁的另一位 有故事的女嘉宾 也笑称 我们都看在眼里 看破不说破烂 而这位名叫易山的主持人 讲述自己的故事 或许也是为了证明 只要坚持下去 小三又是可以扶着 成为妻子的 不过在罗志祥这里 她和太多女孩 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并非只有 简开了一个第三者 因此蝴蝶姐姐想要扶正 没有那么轻松 简开了比周阳青 更早接触罗志祥 却依然得不到 正牌女友的名头 或许就是因为 罗志祥过于花心了 蝴蝶姐姐在周阳青 和罗志祥 分手事件之中的影响非常大 而且被台媒称为 最无辜受伤的那个艺人 但显然台媒有一些 偏袒蝶姐姐简开了 站在周阳青的角度来讲 她的确是受伤了 但也是最有应得的 在事发之后的蝴蝶姐姐 与罗志祥就彻底的 不再出现在媒体镜头之中 她甚至连工作也全都丢了 简单一点来讲 分手事件之后 蝴蝶姐姐选择的好好休息 而且被迫离开事业 不再出现在媒体镜头中 蝴蝶姐姐的操作 和罗志祥一样 选择退出媒体 好好地休息 从此他们两个人 就再也没有传出任何合体同框 甚至是在媒体面前打闹的画面 不过12月6日 台媒曝光了 罗志祥朋友的私人朋友圈 疑似蝴蝶姐姐 和他们私下朋友圈里的人 仍旧保持的亲密关系 他们并没有中央亲分手事件 而受到任何的影响 罗志祥朋友圈曝光 再提蝴蝶姐姐剪开乐 他们仍旧保持亲密关系 12月6日 从台媒方面 传出罗志祥的助理 也就是她圈中的好友 疑似IG账号被盗 而且大量私人聊天记录被曝光 其中就引人关心的 就是主任人物罗志祥 在聊天记录之中 助理和朋友圈里的好友 一起聊车祸事件 还聊到了约网红的事件 其中就包括了代号 为主任的艺人朋友 另外还出现了凯勒两个字 显然这是在说蝴蝶姐姐啦 想不到在周阳青分手事件之后 疑似主任还和蝴蝶姐姐在一起 他们这些昔日的朋友们 并没有离开 看样子受伤的估计只有周阳青一个人 他离开了罗志祥之后 罗志祥的朋友圈 几乎没有太多的变动 简单来讲 他们该干嘛还是干嘛 只是事业面临着被毁掉 事发之后 一直没有传出 简凯勒蝶姐姐的消息 想不到他私下里和罗志祥 仍旧关系密切 仍旧还是好朋友的关系 如果不是罗志祥的助理账号被盗 估计大家还发现不了 这样子的事情呢 另外从助理的账号聊到信息之中 发现这一位代号为主任的男子 还在进行每周约会 同一个网红的消息 目前消息已经在台媒之中传开 但罗志祥的助理已经报警处理 声称是账号被盗用 信息是别人发出来的 不是本人所为 账号消息之中提到了主任 提到了约网红 调到了简凯勒蝶姐姐 如果事件是真的 那看样子 罗志祥离开周扬青之后的生活不差 人就和以前一样 几乎没有区别 另外还有一些朋友 直接喊话罗志祥 娶了蝶姐姐散了 他们之间真的感觉像恋人一样 而且很般配 大家觉得呢 最后一般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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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